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治疗肩胛疼的穴位 肩胛疼呢,就是我们这个后背 那个肩胛骨啊,这一块疼啊 这个肩胛疼呢 嗯,一般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穴位啊 最好用的是谁呢?后膝 因为后膝是手太阳小肠经的输血 输足体重节痛啊 那手太阳小肠经的典型特点是什么?绕肩胛啊 所以呢,你可以扎后膝 但是呢,等式齐穴里也有一个穴位 专门治疗肩胛疼呢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好 这个穴位是哪呢?就是我们的四花钟啊 四花钟在哪? 它在我们的外膝颜啊 外膝颜直下7.5寸啊 直下7.5寸 然后呢,紧贴着颈骨,颈针 扎针的时候 这样紧紧的贴着颈骨,颈针 啊,颈两寸 啊,颈两寸 然后呢,一定要换侧取血 就是这个呢,和我们别穴位不太一样 别的穴位呢,治疗痛症都是见侧取血 这个四花钟治疗肩甲疼,要换次取血 就是你哪边疼,哎,你就扎哪边 直死一针就可以了啊 肩甲疼,换次的四花钟 直四,贴骨筋针,近两寸啊 效果立竿见影啊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好,今天呢,关于这个肩甲疼啊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